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拉贵族协甚至已经询问了桑保利支教其国家队的可能性 但是 桑保利更倾向于前往墨西哥支教 在奥索里奥离开之后 他们也在寻找一名合适的国家队主教练 除了桑保利之外 墨西哥还有两位人选 他们是北蒂斯主帅塞蒂安以及伯埃斯 不过在蒂安和北蒂斯的合同 直到2020年到期 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愿 而伯埃斯则更倾向于留在欧洲指教 因此 桑保利成为了墨西哥足协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 墨西哥足协有着聘请国外主教练的传统 桑保利带领智利队的成绩以及足球风格 让他成为墨西哥足协更愿意考虑的选择 不过 他们需要尽快展开行动 因为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层面 桑保利并不缺乏追求者